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公读圣若望福音 那时候 耶稣上了橄榄山 第二天清晨 他又来到圣殿 民众都来到他跟前 他便坐下 教导他们 那时 金师和法利赛人 带来了一个犯金仪时 被抓到的妇人 让她站在中间 然后对耶稣说 老师 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 被抓到的 这样的妇人 每次在法律上 命令我没有石头打死 可是 你说什么呢 他们说这话 是要试探耶稣 好能找到把柄 控告他 耶稣却弯下身子 用指头 在地上写字 他们不住地追问耶稣 他便直起身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就先向他投石头吧 他又弯下身子 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了这话 就从年老的开始 到年幼的 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 只留下耶稣 和还站在那里的妇人 耶稣直起身来 对他说 妇人 他们在哪里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啊 没有 耶稣对他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 今天的福音 是描写 是描写耶稣 宽恕了犯奸淫 处理的故事 当然 我们很自然就会把宽恕 作为今天弥撒的主题 我想在场的福音 都不是第一次听这段福音 但是关于宽恕这个主题 在我们真实的 在我们真实的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都有什么样的经验 这就是我在弥撒一开始 邀请你要回答的 请问 我们在场中 哪些人 感受自己在生活中 都具备了耶稣的这种 胸襟和情怀 我们必须很虚心 很诚实的承认 宽恕 绝对不是一种 经过我们自己 理性的分析或讨论以后 就可以做到的事 他完全要靠恩仇 他邀请我们人 超越我们自己 主干的感受和看法 并且还要能够跳脱 世界的本身 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出路 我们才有可能改变 换句话说 除非我们可以对天主的恩仇 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 并且让他的恩仇 在我们身上工作 所以我们很难可以 做到宽恕别人 真正的宽恕别人 我们最会的方法就是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好像就没事了 才怪 所以今天弥杀的主题 与其是说宽恕 为我来说 还倒不如说 是恩宠 而且 因为是恩宠 所以才和我们现在 要准备复活节 有着密切的关系 借着耶稣基督的苦难 死亡和复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提升为天主的子女的 我们可以不再受诱惑的困扰 不再受魔鬼的欺骗 不再受死亡的束缚 而成为一个全新的 能够分享天主性生命 和他无穷美善的人 这种巨大的改变 之所以可能 完全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他在实际上所做的牺牲 为我们所赢得的 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 一无所能 也毫无攻击 这完全是出于天主 他主动白白的恩赐 我们都应该用今天的大畅勇 所谓的上主为我心的奇迹 我们都满心欢喜 来作为我们正确的回应 今天的读经也是选自 伊萨雅先知书 时代的背景是在公元前 550到535年之间 当时以色列子民被冲进到巴比伦 在国破家王的情况下 人很容易就会想起 以前的风光岁月 当以色列子民 他们所能回想的 当然就是上主 领他们的祖先 怎么样出埃及 过红海的歧视 这一方面 是种安慰 表示天主不会对他们弃之不顾 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期盼 希望天主现在也能够 按照同样的方式 来救他们脱离充军的困境 天主就派遣了伊萨雅先知书 来先知来安慰他们 借着先知的口 天主告诉他们 两个重要的信息 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预告 以色列子民充军 即将结束 上主要借着波斯王居鲁士 而释放他们 另一个是上主要借着 他受苦的仆人墨西亚 而从罪恶中释放他们 天主告诉他们 不要光追念古代的事 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 因为天主是生活的天主 他天天与我们同在 看哪 他要给你做一件新事 他要赐给他的百姓水喝 就是在旷野和沙漠中 涌出泉水 河流的图像 上主提醒他们 他成为了我们所做的骑士 他曾经领导以色列子民出埃及 过红海 而达到玉玺的福地 他也曾经领以色列子民 离开冲军之地 而重返耶路撒冷 最重要的是 是这两件历史的事件 都同时指向另一件更伟大的奇迹 那就是 天主要借着他的受苦的仆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令我们脱免罪恶和死亡 而成为天主的子女 这就是天主 为我们行的最大的奇迹 沙漠中在今天逐渐而终 与他自己的经验 为我们生动的描述 描述了 身为一个基督徒 所有的真实的经验 真正的精神 和正确的面貌 他就是 当一个人与耶稣基督相遇 并且 接触到天主的爱之后 他整个人的存在 都被改变 都被提升了 因此 他成为一位完全不同的心人 怎么个心法 关于这种转变 圣保禄 总统描述非常透彻 我从前认为 有利益的一切 现在都看作亏损 因为我只以认识 我主基督 耶稣为至宝 为了他 我甘愿把万物 当作废物丢掉 为了要获得基督 使我与他结合 我们人最根本的渴望和需要 生命 平安 喜乐 正义 和平 自由 被关爱 完美无缺 这些 只有天主能够给予 圆满的答复和满足 而这就是我们需要 满怀喜乐的原因 这些恩宠 都是天主 主动白白赏赐给我们的 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努力 所能够赢得的 我们在这件事上 唯一需要做的 只有谦卑的信赖 依靠他 而信赖 依靠天主 最直接 又最具体的方式 就是认识基督 和他复活的德能 参与他的苦难 经历他的死亡 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 就是耶稣基督的苦难 死亡和复活 借着他 我们的生活 变得有目的 我们的生命 变得有意义 而这一切 都来自于 对耶稣基督 所具有的正确的认识 但是要正确认识一个人 就必须能够 分担分享他的一切 那当然少不了 要分享他的苦难 要承担他的死亡 然后 同时 享受他的复活 今天福音师描述 别书 宽数 犯监狱 是富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 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正确的讯息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所有人所犯的罪 可能轻重大小不一样 但是不表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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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犯大罪 你就别 别人好 我们现在常在 在这活在身上不是比好 是比谁比较不坏 这是什么标准 甚至我没有受 这个什么民调啊 科学进步的 错乱的影响 以为拳头大 人头多 就是真理 谁说的 那你干嘛要信这个教 当耶稣被定在世下 所有人说定死他的时候 只有他是对的 因为他会复活 我们打死别人自己也会死 被打死人也不会活 不要被 这个世俗的毒素给污染的都不晓得 或者是信仰的宝贝在哪里都不晓得 但是呢 虽然我们美愿都很糟糕 但是天主却不像一般人那样 只会挑我们的毛病 只会等着抓我们的小便 还是依法处理 然后施以 严肃严厉的斥责或惩罚 我们想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天主 他赋予仁爱宽恕 他永远相信我们 在他眼中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位潜在的圣人和完人 如果我们会接受他的爱 并且与他的恩宠合作 事实上 我们的确都能够成为 成全和完美 天父 爸爸是怎么样 当然儿子应该 孩子应该是怎么样 而且他所有的宝贝都是我们的 那为什么改变不过来呢 因为你不喜欢这个爸爸 或者你认为这个爸爸不宁 外面的干爹 我都比这个师爹管用 因为你追求现实的利益 或者你就是 现实利益也要 永生也要 人最贼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想当天主 我们想掌控一切 我们的天主 他不只看我们的过去 他更关心我们的未来 他总是会给我们 另一次 回头再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就是 耶稣给这个妇人说 去吧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的意思 他一点也不在乎 你曾经做了什么 或者没做什么 而是你还有生命的时光 你怎么在这些经验中 学得教训 然后努力 改过 努力会罪 虽然这些如条件的宽恕 我们的罪过 这一点也不表示 他的宽恕 是廉价的 是不值钱的 天主之所以 如此做的原因 是希望我们能够 重新振作 改过千善 他对我们有信心 相信我们每个人 借着他的支持和苦力 都能活出他子女 应该有的正确面貌 天主对我们的信心 远比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的信心还大 只有最高的爱才可以 宽恕 是为了帮助人 有真实彻底的回馆 宽恕 也是为了帮助我们 能够真正的越来越消赐 这位爱我们的天父 有机会的三篇 读经 我们看到了上主 如何为我们行的奇迹 我们现在是否感到满心喜悦呢 如果我们还感受不到 不妨多多效仿 圣保罗中途 的经验 或者多多体会一下 今天这位 犯监狱当场被抓到 妇女的心情 那要做到这两个 保罗的经验 就是必须知道 赢得耶稣基督 得到他的恩宠 得到这个信仰 是多么大的恩惠 要像最负一样 就必须意识到 自己多糟糕 那不是靠跟别人比的 而是要跟自己比的 自己很清楚 自己干过多少健博这件事 别人不知道 不表示没干过 因为真相天都知道 天知地知 你知 还不小心 你还在也知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糟糕的 包括神父兄弟 你有天主恩宠 我什么都不是 你想做得到 你也做不到 而且你越想靠自己 你一定越跌得越惨 又不是人 我们不是神 四星区 要回给 回给什么 就是认清自己存在的真相 然后谁能救我们 脱离这个困境 只有爱我们的天主 好 所以 对这些人弥撒舟 好好的 在天主面前 承认自己存在的真相 然后承认自己真相 不是一件痛苦 或者倒霉的事 而是那个奇妙 转变的开始 我们越低头 越认罪 天主的恩宠 就会丰沛的 圆圆不绝的 倾注在我们身上 就会产生 巨大的改变 曾经有教友问我 什么叫充满圣神 当我们认罪 特别的认罪 把我放在对地的时候 甚至无我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生 就充满天主圣神 那就是充满圣神 有什么奇怪的 奇怪是 因为你做不到前面的 永远要充满圣神 这是要来也没地方找 现在让我们起立 想爱我们天主 表达我们对他的信赖